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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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一刻都不要等且看且珍惜 神风刀秦俊杰官小童 宋义 曹俊 12月27日 爱奇艺元明唐朝少年 讲述了唐玄宗天保年间 五位身世不同 性格久异 各怀绝迹的少年流落长安 闯荡西域的故事 几位居然还有这么一部剧 一查四年前拍的了那时候 格格还没成为流量秦俊杰 还没拍《青云志大唐荣耀》 宋义也还没有因为伪装着大伙选剧导演 也是挺有眼光的选的这几位都是钱力谷 不知道钱力谷们四年前的演技 是不是比现在少些杂志多些真诚呢 希望到时有看剧的朋友 跟我说说 观后感 难得在网剧清单里看到一部古装剧 结果 还是四年前的古装剧现在的形势 真的越来越艰难了 不仅上星难就连网播 也越来越难了 原定上个月播出的浩南传到现在眼都没有 好不容易定当12月12日的东宫 更是在播出当天才通知说延期 几乎所有彻当局给出的原因 都是 因当西调整暂缓上线不止这两部 曾经因为主演受瞩目的大坡口紧一之下 等古装剧都没能播出 张涵与秦俊吉的《天下长安》 更是几番定档在彻当至今未播 传闻明年二月开始台网审查并轨